欠90万被申请清盘 ATV说是恶足剧 先后被前行政总裁和股东追溯 入品申请清盘 之后又因为新厂房的建筑费、版权费 广告费和节目制作费 被不同的公司入品追溯 阿周阿周最近又被合作了20年 提供穿梭巴士、公关、外景等巴士服务的 合纵旅游车有限公司入品 追求90多万未找出车费钱 案件排期8月21日处理 有前员工就爆料 阿周阿周自从上个月取消了 詳情点对点巴士接送服务 当时就说是合纵合约期盟 之后淡出市场所以才取消 阿周电视就 财经正常、营运正常 非常之普遍 阿周阿周阿周 阿周阿周 阿周阿周 希望海在添丁 做一个白人体 城山回应时 还未收到法庭文件 后来阿周阿周就发声明了 知事涉及几十万的商业狗分 对该组车公司 乐作剧式行为感遗憾 唉,你们说了,什么才是乐作剧? 集完